英国每日邮报网站MailOnline报道,一项新出炉的研究调查显示,民众一年内无缘无故就拿起智慧手机查看的次数超过4000次,这种手机上映震头已引起忧虑。 调查发现,每天人们解锁智慧手机的次数达28次之多,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不自主的冲动,而且是完全不必要的。 调查也显示,最让手机使用者欲罢不能的应用程式App是脸书、Facebook,其次是WhatsApp、Gmail和Instagram。 研究员访调2000名英国智慧手机使用者已了解他们查看手机是出自于习惯还是真正有必要。 结果发现智慧手机使用者一年大约查看手机一万次,而其中超过40%的次数是不由自主的。 手机上映度最深的10%使用者每天查看手机60次以上。 执行这项调查的博弈网站Casmo.com发言人塔顿布朗说,智慧型装置已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大多数使用者来说,定期查看手机以习以为常,但不自主查看的比率远超出我们预料。 由此可见手机除了是我们忙碌生活中的随身助理以及随时随地的娱乐来源外,也已成为一种习惯。 调查显示,受访者终于三分之一则认为查看手机以上一颖平均而,也每人每天花了将近一小时的时间在手机上。 另外,根据这项调查,受访者认为Google Maps是最有用的App。 WhatsApp和Gmail则分别名列二、三名Google Chrome浏览器排名第四、第五是脸书。 卡顿布朗说,尽管另有实用性被视为更强的其他App,脸书到头来还是吸引使用者花最多时间逗留的服务。 他说,Gmail Maps和许多通讯服务或许能协助我们繁忙的生活中理出头绪,但查看我们脸书上的更新讯息,人是不由自主地浏览,而不是有意识地寻找日常例行公式外的乐趣。 调查显示,许多人用手机上映,常不由自主查看脸书,拖片路透,分享。